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所谓看人XX最开心 上一集我就说我要考IOS 还讲到眼睛濕濕 现在就看我会怎样准备啦 Hello 欢迎你们跟我踏入蓝盘场 考试 得 不考 亦得 哈哈 你又想啊 你们按得进来我这条影片 我相信你们都可能好像我这样 要来考一些试 又或者最少你都考过公开试 今集我就会让你们看看 现在我的进度是怎样 和你们一起谈一下 应该如何面对考试的压力呢 现在就去片 Mr. Orange 你也知道我的情况 我小学校还没搞定 不如 我从小四开始聚 你觉得怎么样 我覺得還可以的 之前在網上做過很多研究 找到很多英文練習的網站 我可以選擇一些不同的練習給你 到時候你做完我就幫你對一下 看看你可不可以升小型 就是...升班士這樣說吧 你會給分的嘛 你會手鬆一點嗎 不會 他怕你說會的 那就這樣說吧 看看我能不能升到五年級 好 我很誠實的 給分 邪羊女 氣魄更壯 邪羊洛克 心中不必驚慌 因為現在又要開始做卷 好 猜迷遊戲 You can put me in your pocket I am often make make Ofen? Ofen? 狗龍? Ofen? I am often made of...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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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 sound很難發 我經常都很想發得好好聽 例如? Mother Mother 我覺得我好像變成癡靂 Mother Brother Sister 算了 掛著玩? 又過時了 唉 我做練習已經做到很悶了 其實Mr Orange給我的功課中 有一樣是挺好玩的 那樣東西用來訓練我的listening 就是看電視 對 真的是看電視 其實除了她跟我說 還有很多觀眾都有跟我說 說如果學英文的話 最快的方法就是看電視 不停地聽 看她的字幕 跟她說 其實Mr Orange是有叫我看一部電視的 那部電視是Mary Poppins 我會看的 不過我想看之前 就看了一部我很想重新看的電視 這部電視你一定有看過的 它就是魷魚遊戲 你們看魷魚遊戲的時候 應該會是聽韓文 然後看中文字幕 我就打算把它轉英文對白 英文字幕 看看是怎樣 我聽人說 如果把我的語言轉成英文 很多時候會 斯文了 那我真的很想看看魷魚遊戲可以怎樣斯文 應該不是很難的 跟著讀 小姐 這裡就是剛剛開始 他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還在笑 還有第一次看到那個 恐怖公仔 You are allowed to move forward to... 喂 我完全跟不上 我在那裡就死了啦 救命啊 要讀好一點 OK I will repeat the word 哇 我真的讀不上了 You can move forward when it shall out Rat stop when it shall 你看這個又死了 But if your move forward is detected Afterward you will be eliminated eliminated 哇 如果我那裡不認識的話 我就死了 其實你做了幾份 最低六十幾分 最高有八十幾分 其實都很OK的 這個分數 如果你是真是一個小四的學生的話 你應該要留在小四的學生 打好一點的學生 令到你別人不用那麼辛苦 因為如果小四是有時八十分 有時六十分的話 其實不是很穩定 是對的 我自己看到分數的時候 我自己都覺得 真的不可能是升到 其實你覺得我最應該要粗的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可以再做一些 Permosticians和Tenses的練習 那些我可以再去找多些 Focus一點的練習 給你做的 那可能我們要再做多些 Reading 因為我覺得要幫你 Build up the vocabulary 做得到 我們就升班 我要怎樣升到班 多少分以上 你剛才說 平均有八十分 就是穩定是八十至九十 好 那我們就升班 我剛剛收到 Mr. Orange砌了一個一年五天的 Study Plan給我 她真的很好 她把我所有需要Focus的 譬如是 Grammar Proposition 全部找出來 然後就加了Link 裡面全部都有exercise 我會努力的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時間 我一定會脫離小四 好 嗨 嗨 我上床了 先休息一下 現在已經是半夜兩時了 其實我還沒有做完 的練習 不過 先偷懶 聊聊天 剛才看這個 魷魚遊戲 其實我覺得魷魚遊戲 和 考試都很像 如果搞不定的話 就真的搞不定了 我講一句給你聽 其實 我是 沒有考過任何的公開試 不算這個學能測驗 我也不知道這個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覺得是壞事比較多 有經歷過這些考試 抗壓能力是會高很多的 但我都看到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面對不同類型的考試 就是無論是香港的DSE的學生 或者很多人好像我那樣去考IOS 或者是本身他有一個專業之隔 然後可能去了一個地方的生活 他要在那裡考過牌的 嘩 那些牌 那些書 就是 那麼厚的書 這樣要去讀 然後又或者 譬如 學車 有很多人在香港的時候 其實是不用駕駛的 因為香港真的超級方便 無論是 乘火車 地鐵 巴士 或者你叫的士 都是很容易的 但在外國 好像紐西蘭那樣 在這裏就真的一定要駕駛 因為這裏的交通 是很不方便的 當你想叫的士 都不是一樣那麼容易見到 而且都真的會比較貴 那就是說 有很多人要學駕駛 嘩 其實這件事是 要很大膽量的 因為我都認識身邊有些朋友 他是真的害怕的 真的害怕速度 他去到那裏生活 他要買菜 照顧兒子上學 都要駕駛的 還有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是會駕駛到車的 甚至你住屋方面 你都可以有多些選擇 即未必要走到 那麼近地鐵 或者巴士站的地方 所以 考車已經是一個必要的事 但是去面對那種 壓力的時候 其實真的會很害怕的 但是我又會這樣想 如果那件事是必然要做的 那你就唯有去想一個方法 令自己容易一點過 我覺得其實可以試一下 不如看遠一點 可以去想一下 例如說學車 到有一天 你真的拿到牌了 你可以去選擇你想要的車 然後你可以帶小朋友 或者跟朋友去路程旅行 要想在這個位置 可能這個時候 你坐在車上就已經沒有那麼震 又例如 如果BNO visa 那裡要考IOS PTE 最後是考到了 真的可以好好地去安排 往後的生活 小朋友的學校 將來 都可以好好地去計劃 又或者自己喜歡考自己 那個專業資格的牌 可以重新去做自己想做的工作 又甚至乎是升職 我覺得 只要我們可以想到 之後是會有多好 其實現在這些 所謂覺得很難 很辛苦 其實 都會很容易過 在第一條片出門之後 我收到很多留言 有很多人鼓勵我 又有人寫了一些很長篇的E-mail 去告訴我 他那時候是怎樣考IOS 也有些人跟我說 他跟我一樣 都是很害怕錯 很怕失敗 但是看完我的影片之後 他覺得 他有個動力 可以再去面對一些 他一直都很想做 但是之前很怕去做的事 我真的很想多謝 每一個有留過言給我的人 我會努力的 你們也是 我們一起加油